比如说像to me 这个包包 还有呢 我还特别去查了他的法文怎么念 他叫做水饺包 他的法文叫做 好难念哦 bon ju bon mi bon mi pang 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他法文怎么念 他的法文叫做lonsion 我一定念的不标准 毕竟我不是念法文系的 bon ju bon mi bon mi pang 不是 好那当然他也在告课一些 这个告课 你不要让我笑啦 将会录不完哦 bon ju bon mi bon mi pang 哎呦 你自己说要25分钟录完蛋 好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所以其实要当冠军也不容易 嗯 一直走一直走 总有一天会走到围 就是那个吴宝春嘛 他的面包 所以为什么他在高雄开店 因为他就从台北一直走 走到高雄就发现没路了 好在这边开店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隐形冠军还是要 具备一些 比较重要的条件啦 跟大家分享 哎 哈哈哈 你们不要一直 没有 因为他说走到高雄 每天就走着人 我知道 我本来不想笑 哈哈哈 你明明要赶时间 对 他本来 本来想要开在屏东 后来想想 哦太远了 还在走 我笑到流眼泪 也不要再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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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